欢迎加油男孩 T.H. Boys 欢迎 欢迎三位 来来来 三位先跟大家拜个早年 好不好 哈喽大家好 我们是T.H. Boys 我们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 然后万事与利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 事事顺利身体健康 祝大家事事顺利 然后生日开心 一会儿就要跟大家见面 能不能提前透露一下 增加一下期待值 今年的节目是一首 非常红火的歌 是关于一群追梦人的故事 关于梦想 而正适合他们这个年龄的感觉 对不对 今天我们是在一起持就一心 我们会客厅的所有来宾 都有一个同样的任务 就是告诉大家自己 2019年的心愿公事 来 来 来我们每人一份 我的2019将是什么 加什么 对 想一想 我发现俊凯怎么写了好多字 你这只要当伞人是怎么着 好的 好 咱们一个一个揭晓 一个一个揭晓 那先从 俊凯来吧 好吧 写的最长 看一看 我的就是认真努力的 19岁加 充满期待的20岁 哦 哎呀 哎呀 这特别弄的 而且特别轻轻 好 我们看看王源 来 我的蛮简单 一个是音乐 一个是无味 接下来我们看看千玺的 我的就是工作顺利 加学习进步 嗯 其实能把这两项 做一个平衡 对他来说也挺难的 对他们三个来说 都挺难的 因为大家就要求学 对 还要在一起合体排练节目 一定就是 哪一方面都不能落下 没错 来三位签上自己的大名 来吧 这是新的一年 给自己的一个愿望和期许 也祝愿你们的愿望 都能够实现 没错 好了 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 下面这个特别的环节 那就是 年画传真 看我手中的这幅画十秒钟 然后三个人一起开始作画 画同一幅画 看看你们是不是想的一样 对 好吗 好了 准备 就是我这幅画 三二一 来 看一看啊 才是野 先商量一点啊 我负责画哪部分 来 五 四 三 二 一 时间到 三位 准备 开画 对于这个绘画这方面有什么样的这个造诣和天赋 看一看 反正从千玺的表情上来看是很镇定的样子 像模像样 完整 完整还原 真是的 天哪 这看来是小时候应该有接触过一些绘画方面的训练 这是简笔画 好 哎呦 看看王源的了 王源要 王源是不是压力很大呀 因为我觉得千玺打这个头挺好的哈 哎他这个财神好卡通啊 哎 是这个财神好卡通啊 这是自画像吗 哈哈 哈哈 好 别忘了啊 我提醒你们一下啊 君凯你别忘了 这个财神手里抱的是什么 你想想 对 其实我觉得挺难的 对 真的 因为他迅速的十秒钟的时间就要记得住那个 记忆 对 好 当你们确认这幅作品已经完成了的时候 就请签上你们的大名 你 对 好 签名 画这个画吧 不在于记忆 在于心意 对 你说特别 对 不在于心意 王源已经开始给自己铺垫了 对 万一有的朋友对王源的部分不太满意的话 我们就说不在于记忆 没有没有满意 我觉得特别好 一眼就看出来了 对 然后接下来就是揭晓 这三位在记忆力 尤其是绘画能力方面的这个天赋展示 好不好 来我们 三 二 一 对比 看一看 怎么样 怎么样 我觉得 真的在这应该给他们点一个大大的赞 是不是 他们有自己的创业 咱们的原版画是一位财神老公公 然后他们画的这个呢 是一个青年版的财神 特喜性 你知道吧 符合他们现在的年龄特点 特别特别好 那感谢三位参加我们的节目 祝今天晚上的表演成功 好不好 谢谢 加油 加油 谢谢各位 加油 天天刷微博 转发分一役 新年锦理之王就是你 谢谢各位 感谢观看